我們去田間找回來的 對,華哥可不可以做一個我最愛的菜式 酸辣土豆絲 我真的很想了解一下 土豆絲怎樣切會比較方便 不是 我親身看都以為外面做的 我以為是用機刨 其實酸辣土豆絲最難的部分 在我心中當然是切 切完應該就可以炒了 不是,還是先浸鹽水 為什麼要先浸鹽水呢? 因為它多澱粉 但是先浸去澱粉 浸掉澱粉就令它爽口一點 對 薯仔絲同樣要飛水 先下蒜蓉、辣椒、彩椒爆香的鍋 薯仔下鍋爆炒 不用太長時間 將調好的酸甜汁和辣椒油 慢慢倒進去 兜幾下就可以上碟了 先吃一口 挺好的 真香 這個吃法有很多 對 鮮鮮的,辣的 其實這個酸辣土豆絲 基本上村菜館都可以吃 嗯,嗯,嗯 而且我覺得這個 特別開胃 是 你會發現你吃一煮是不夠的 嗯 吃開就停不了 那種感覺 它配料也挺多 有乾辣椒 你看 青椒、紅椒 蒜頭的比例也很多 對 因為它通過這樣去做才夠香口 最重要是它搭紅椒、青椒 只要是黃色的 對 炒的時候還要把白椒油放進去 哦,這樣嗎 不是你的顏色可以出來了 對 舅父,它是用什麼醋的 因為它是用陳醋 陳醋 哦 白醋是不適合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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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阿芳,我有時候 嗯 你知道我家裡不在那裡煮飯 是嗎 對 總是有時候薯仔 你方方一下就 我不知道 它又想生長開一棵出來 我想在家裡種薯仔 因為有些牙發出來 對 薯仔放在家裡 那些陰的地方 但它一飆牙之後 薯仔就不適合去煮你吃 哦 應該是毒素生長了 嗯 所以的話 剛才為什麼要煮到170度以上呢 嗯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我怎樣去保存我這個薯仔 就是我不肯買回來馬上會吃 怎樣保存它才可以放久一點呢 很簡單 不要讓它摺得多水分 嗯 但不要放在潮濕的地方 嗯 放在乾的地方 它就沒有機會 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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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